当地时间24号 作为伊朗与巴林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步骤 双方央行官员就伊朗在巴林 被冻结资产问题开始谈判 24号 伊朗央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行长 与巴林央行副行长 就伊朗在巴林被冻结资产问题开始谈判 双方一致同意 在近期巴林外交大臣 与伊朗代理外长会晤的基础上 两国央行之间的谈判将在未来几天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或巴林首都麦纳麦持续进行 直至达成最终结果 23号 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 在首都德黑兰 与前来参加亚洲合作对话论坛的 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举行会晤 双方会后发表声明称 两国同意建立必要的机制 以启动旨在恢复 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谈判 由于巴林的盟友沙特阿拉伯 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巴林于2016年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但随着2023年3月 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以来 中东多国出现关系回暖 近期伊朗和巴林两国官员均指出 有意愿同对方恢复外交关系 对方恢复外交关系统外交关系